羽球事件球後小戴戴自營 自信亮麗的造型登場 出席品牌代言活動 小戴要化身居家教練 直接在科技健身的鏡子裡面 示範教學 球後更直接 來個加倍版的現場示範 就是小戴跟著螢幕裡的 小戴教練動起來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因為我自己去拍 然後我又可以在鏡子裡面 看到自己的動作 然後去糾正自己 對 我覺得其實是蠻不一樣的感覺 招牌的六塊腹肌 還有羽球場上超強主宰力 都是粉絲想要學習小戴的地方 有趣的是除了螢幕裡面的戴自營老師 有健身天王綽號的潘若梨 更直接推薦起自己的教學課程 希望有榮幸成為球後教練團成員 結合非常的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課程就是心肺功能 羽球一定要心肺 心肺要好 其他什麼都OK 我的課程 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 羽球的那米字部的部分吧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還蠻好奇 就是說 他可能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以使用在打球上面 他是真的可以使用在打球上面 所以其實你去看的時候 對於我覺得有在打羽球 然後是喜歡單打的話 就是可以多去看 把他記起來 武漢被人疫情 全球仍未有效控制之下 帶進出賽的計畫 顯得更加保守 前一次比賽已經是七月初的全團賽 目前也確定十月中 不會去打超級750的丹麥公開賽 被問到BWF亞洲證會不會考慮 小帶笑說還要再評估 自己也會努力的維持身手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